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下午主要是因為針對近日來 有一些高中的同學還有社會各界 一直都在關心社會跟語文領域 課綱為一條的事情 其實本部的處理的原則 其實在過去也都說明了 不過我今天願意正式的來說一下 我們不理對所有課綱處理的三個基本的原則 第一個基本的原則是 其實課綱維條在103年2月10號就已經正式公佈 目前已經進入到選書的階段 教育部一定會完全的尊重 各校老師自主選書或者是自編教材 不會有其他任何行政的干預 第二件事情是107年度的大學入學考試 這可能是家長和學生最關心的事情 本部會參著立法院在教文會第八屆 第七會起第十次會議通過的臨時決議 也就是說大學的入學考試 會按照慣例與原則 避免有爭議的考讀 教育部會將這個意見轉請大考中心遵行 來能夠維護所有考生的權益 第三件事情也是希望利用這個機會 跟大家分享的是 其實過去兩年來 新舊課綱社會上一直都呈現了不同的意見 也是我這幾個月在部裡最大的學習 但是我想這個爭議其實是顯示了 國人對於部分的史實、事件的脈絡 跟國家的定位其實是存在著不同的觀點 為了能夠讓不同的團體 針對這些差異點進行充分的對話 教育部將會建立更廣泛的溝通開放平台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完整的對話機會 來純意求同 尋求社會最大的共識 以上是有關於課綱微調以後 一些社會大眾所關心的問題 我想就做13點簡單的說